出生于乡村的妻子提出想要回到山区之教,对此丈夫虽然担心,但是依然支持了妻子的梦想,可是妻子却处处隐瞒,到了晚上还总是手机关机,知道真相后愤怒又失望的丈夫提出了离婚,而被迫离婚后,妻子的报应也紧跟着来了,张宇晨和妻子孙希妍刚刚结婚两年多,还处于最甜蜜的那个阶段。 张宇晨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,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让她格外安心。但是孙希妍却不一样,她已经开始不甘于平淡的生活,总是期待着电视剧中那种令人兴奋的情节。 张宇晨特别爱自己的妻子,虽然平时需要上班,不能时刻陪在妻子的身边,但是只要是休息日,她都会推掉所有的应酬,把时间都用在陪妻子的身上。 而且,她几乎把家里的家务都包了。洗衣服做饭什么的,都是她一人承担。 对于妻子提出的要求,她更是有求必应。 但是那天面对孙希妍提出的支教请求,她还是犹豫了。 其实在他们谈恋爱的时候,孙希妍就对张宇晨讲过自己的支教愿望。 孙希妍出生在一个小山村,吃了很多辛苦,才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,她理解农村孩子的梦想。 所以,她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机会,回到山区去支教,去帮助跟她一样的孩子,去回馈家乡。 正好最近孙希妍就职的公司遇到了经营困难,跟他们承诺如果主动申请离职,可以拿到很丰厚的补偿。 孙希妍心动了,她并不是对那些补偿感兴趣,只是认为这是老天爷给了她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。 所以,她回到家跟张宇晨商量,主动离职,然后去支教的事情。 之前孙希妍每次说到支教张宇晨,都是表示支持的,但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,她还是非常舍不得。 因为去支教最少也要一学期的时间,这也就代表着她们会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两地分居。 这是自从两个人恋爱以来,从未发生过的事情。 而且孙希妍虽然说出生在农村,但是因为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,所以并没有做过多少家务活。 张宇晨很担心她去了山区照顾不好自己,但是孙希妍接下来的话打消了她的这个顾虑。 老公这个,你根本不用担心,我不是一个人去支教,还有我的闺蜜陈南。 她可不像我什么都不会,妥妥的一个贤妻良母,有她照顾我你就放心吧。 张宇晨听妻子提到过这个闺蜜陈南,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,就连他们两个人的婚礼。 这个陈南都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赶来参加。 张宇晨犹豫了好半天,她想要挽留妻子,她不想要跟孙希妍分开五个月的时间。 但是她找不到合适的理由,看着妻子看向她那充满希望的眼神,最终还是同意了。 不过张宇晨并不知道,妻子的这次支教行动,有一件事并没有跟她说实话。 那个陈南其实是一个男人,而且也并不是她的闺蜜,而是她的前男友。 陈南是孙希妍的大学同学,与张宇晨的老师内向不同,陈南可是一个十足的阳光开朗大男孩。 陈南的风趣幽默深深吸引着孙希妍,巧合的是,陈南也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孩子。 相同的成长背景让两人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,而且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,曾经的友情也转变成了爱情。 但是当孙希妍的父母知道了陈南之后,却坚决地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。 因为两位老人为了女儿能飞上枝头变凤凰,从小就把孙希妍像城里孩子那样养着,几乎不让他干任何家务,就是想着以后能找一个金龟婿。 但是陈南却也是一个农村孩子,如果女儿嫁给了他,两个人的多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? 他们还指着未来的有钱女婿给他们养老呢?生活的苦他们可是吃够了。 所以到最后,孙希妍只好和陈南提了分手,不过却并没有完全断了联系。 陈南也知道孙希妍想要支教这个梦想,当初还表示要陪他一起去。 在几天前听说了孙希妍的计划后,陈南二话没说就辞了职,开始筹备支教的手续了。 也因此才有了孙希妍和张雨晨说到的这次支教之行。 出发的那天,张雨晨依依不舍地将妻子送上了火车,还疑惑地问他那个闺蜜陈南在哪。 孙希妍当然不会让丈夫见到陈南,那样这次支教就肯定要泡汤了。 按照之前想好的说法,他告诉丈夫,说陈南住在另一个城市,他们会在中途会合。 张雨晨一直非常相信妻子,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,只是不断地嘱咐妻子注意身体,照顾好自己。 孙希妍不断答应着,但是心早就已经飞到了遥远的目的地了。 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,孙希妍和陈南终于到达了支教工作的那处山村。 在那里,他们将要共同度过未来的五个月时间。 白天的时候,他们轮流给孩子们上课,晚上的时候,他们数着天上的星星,回忆着曾经的那些甜蜜过往。 没有了大城市的光污染,这里的星空美极了。 似乎可以让人忘掉所有的烦恼。 孙希妍似乎又回到了当初热恋的日子,回到了大学时的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。 这种不再平淡的生活,让他深深地沉醉其中了。 他也忘记了,或者故意不去想那个独自留在家中,对他日思夜想的丈夫。 张雨晨每天都会给妻子打电话,发视频和语音。 白天的时候,妻子除了上课时间都会接听他的电话,但是视频却从未接听。 而到了晚上,干脆就提示手机关机,信息也不回了。 用孙希妍的话说,就是这里的信号太差了,视频根本连接不上。 晚上的时候,由于这里经常停电,所以为了保证第二天的手机电量,就只好关机了。 但是张雨晨却有些不太相信,他觉得现在国家的基建工作做得这么好, 妻子所说的这种情况应该已经没有了。 所以,他开始怀疑孙希妍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他。 而不久后的一天,他终于发现了妻子隐藏的真相。 那天是他和孙希妍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,这个朋友也是孙希妍的大学同学。 坐在同一桌的人张雨晨都不认识,但是听他们聊天应该也都是大学同学。 本来就内向的张雨晨并没有加入到他们热烈的聊天当中,只是低头吃着菜。 但是他们突然提起的一个话题,却让张雨晨仿佛挨了当头一棒。 你们听说了吗? 陈南跟着孙希妍一起去山区支教了,这下他们可以冤梦重温了。 当初他们分手也是迫不得已,陈南这么做也很正常。 张雨晨震惊地抬起了头,瞪大眼睛看向了正在说话的两个人。 你们说陈南是孙希妍的前男友,陈南不是个女的吗? 那两个人奇怪地看向了张雨晨,谁跟你说陈南是个女的呀? 那可是个一米八的唇爷们。 两人也根本不认识张雨晨,因为孙希妍从来不在朋友圈发张雨晨的照片,这也很正常。 不过旁边的一个人似乎认出了张雨晨,连忙转移了话题。 但是此刻的张雨晨哪还有心情坐在那里喝酒吃菜,早已经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六神无主。 他匆忙离席回到了家中。 到家以后,张雨晨打开电脑,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开始调查妻子和陈南的一切消息。 很快,一条条的信息让张雨晨震惊不已。 虽然妻子的社交账号里早就已经删掉了关于陈南的一切,但是陈南的账号却不同。 两个人曾经的点点滴滴在那里掀毫避线,看着照片和视频中甜蜜互动的两个人。 张雨晨感受到了钻心的疼痛。 虽然他知道这都是曾经的过往,但是如果妻子和自己坦白,那么他可以选择原谅。 但妻子却将自己蒙在鼓里,甚至骗他说陈南是个女人,这就让他不得不怀疑妻子的真正意图了。 就在张雨晨茫然无措之际,陈南许久没有更新的账号,忽然又更新了一条视频。 在视频中,一个男人正和妻子陪着一群山村里的孩子们做游戏。 看着两个人亲密的互动和那含情默默的眼神,张雨晨已经猜到了答案。 而且这也间接揭穿了妻子之前的谎言,什么信号不好都是屁话。 此时,泪水已经逐渐模糊了张雨晨的双眼。 回想起和孙希妍的甜蜜过往,谁知道那下面隐藏的是不是同床异梦呢? 张雨晨觉得自己天真的像一个傻子。 此时失望与愤怒已经充斥了她的心头。 那天晚上,是张雨晨第一次失眠。 当第一缕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的时候,她终于做出了那个决定,她要和孙希妍离婚。 她要结束这段充满了欺骗和谎言的婚姻。 她拿出手机,编辑了一条消息,咱们离婚吧,祝你们幸福。 然后点击了发送。 几小时之后,远在山区的孙希妍打开了手机,终于看到了那条丈夫发来的消息。 她瞬间明白了,自己试图隐藏的真相还是被丈夫发现了。 她虽然厌倦了平淡的生活,期待着刺激和改变,但是她根本没打算和张雨晨离婚。 她连忙拨通了张雨晨的电话,试图挽回这段婚姻。 可是电话接通以后,还没等她说话,对面却传来了一个让她万分意外的声音。 你马上给我滚回来,不好好过日子。 你还有心情去支教? 还跟着陈南那个穷光带一起?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你爹,就赶紧回来。 父亲暴怒的声音仿佛在耳边乍响,孙希妍一时间慌了手脚。 她根本没有想到,张雨晨竟然这么快就把事情捅到了父母的面前。 孙希妍只好把工作全部交接给了陈南,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。 路上孙希妍一直在想着到家之后如何跟父母解释,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,张雨晨说不定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。 所以这个时候在企图狡辩是没有用的,只会让事情向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。 只有诚心悔过看看能不能挽回吧。 孙希妍叹了一口气,开始后悔自己这个贸然的决定了。 到家之后,看到张雨晨憔悴的样子,孙希妍自责不已。 她不注地道歉,试图挽回丈夫的心。 毕竟丈夫之前一直深爱着她。 她的母亲也在一旁小声地劝解着,希望小两口能够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,不要离婚收场, 毕竟她们还是非常满意这个女婿的。 而孙希妍的父亲在一旁一言未发,似乎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张雨晨。 可是无论孙希妍和母亲两个人如何说,张雨晨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婚。 自己多年来的真心到头来换来的却是欺骗,这是她无法承受的。 张雨晨清楚,就算这次自己原谅了妻子,今后的婚姻也会矛盾重重。 这种不信任的感觉会无处不在,与其如此,还不如放手,让彼此有更好的选择。 但是孙希妍说什么也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,最后铁了心的张雨晨直接起诉离婚。 因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孙希妍有被判婚姻的事实。 所以孙希妍还是分到了一部分财产。 不过这些张雨晨并没有在意,只要法院支持了她离婚的诉求就够了。 离婚之后的孙希妍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,她知道因为自己的任性,失去了一个真正爱她的丈夫,也结束了一个本该美满的家庭。 后来孙希妍也曾经找到了陈楠,希望和她能结为连理,因为她的父母已经不再反对了。 他们觉得现在女儿已经变成了二婚,还有出轨的事实,想要再找一个让他们的满意的女婿已经很难了。 于是干脆破罐子破摔,放任孙希妍自己去选择了。 但是满怀期待的孙希妍却并没有在陈楠的脸上看到惊喜的表情。 后来陈楠跟她坦白,自己其实早就已经不爱她了,甚至已经由爱转恨。 她嫉妒孙希妍幸福的生活。 她愤怒当初孙希妍对他们感情地轻易放弃她想要报复。 于是她借着这个支教的机会,就是想要拆散孙希妍和张雨晨。 视频是她故意上传的,就连婚礼上的那两个同学也是她提前安排的。 现在她的目的达成了,她可不想再做接盘侠了。 很快陈楠就在孙希妍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孙希妍真的是后悔极了,她想把真相告诉张雨晨, 但是却迟迟没有按下手机的拨通键。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? 背叛的苦果只能由她自己来承担了。